為了避開親民廉嫁人潮 即使陰雨天 還是有民眾相約親戚來掃墓 爸爸媽媽家族的都有都有 就是約好的 也避開人潮的時間 我們本來就預約今天 那我們從台中來的 台中來 對 本身是哪裡人 我們是投誠人 投誠人 對 那我們沒有辦法 我們預訂的時間說要來 投誠人公所顧及大眾衛生安全 所以代理政長蔡文藝 特別指示清潔隊人員 針對公募園區的公共區域 進行消毒清潔工作 我們投誠人公所在清明的投誠 就是我們的四月找五千元進城 我們這個公所為了很多人條 可以製造 所以說我們提早在人條聚集的進行 我們請請請家庭來做這個環境 這個清潔的一個工作 讓我們這個所有來製造的鄉親 都可以有一個比較平順的一個環境 因為現在疫情看起來有一點緊張 所以說我們為了要讓我們鄉親 可以放心 所以我們今天冠軍請請請家庭 來加強這個清潔的工作 另外公所也呼籲掃墓民眾 即使在戶外也要戴好口罩 減少病毒傳染機會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麟採訪報導